今天好材玩具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乐高76183 蝙蝠侠基地 然后 蝙蝠侠对战谜语人的套组 那 这一组基本上蛮多 只有这组才能拿到人 当然是这个系列的 大家讲的最奇特的谜语人 然后 阿福对阿福 然后 还有一般服装版的布鲁斯维恩 就我们讲的西学蝙蝠的造型 然后 还有蝙蝠侠 猫女 应该叫瑟尼娜 他里面他没有说他自己是猫女 他讲他是瑟尼娜 内容是这样子 其实还蛮 蛮丰富的 基本上好像每次蝙蝠侠的套组 蝙蝠侠的套组 他们的那个人 蝙蝠侠套组基地 都还蛮丰富的 我是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阿对还有戈登 突然间忘记 他中文要叫哪个名字 叫戈登 贴纸是这样子 基本上其实还蛮多的 像这两个是那个 水沟盖 水沟盖部分是这里 这几片是水沟盖 然后 这四个就是电脑荧幕了 然后四个部分就是电脑荧幕啊 荧幕的部分可以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比较有趣一点是 他另外有附三张那个 谜语人的那个名字卡片 当然他是用贴纸呈现 然后贴纸呈现的部分 有趣一点就是 你只要拿到这个所谓的放大镜的部分 你注意看他上面就会有不同的图案啊 像这个应该是戈登的脸吧 不是这是谜语人的 这应该是谜语人的脸 还是戈登的脸 反正这边有一个人脸 其实注意看是看得出来的 然后这边 是那个谜语人的标志啊 一个问号 三张啊 然后对应的是他三张卡片 然后这个是 这个我不太懂 这个终点站 应该是叫官邸的意思啊 维恩官邸吗 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那贴纸基本上这样子啊 然后 这应该是布鲁斯他们家族的家徽啊 然后维恩终点站 翻译叫终点站 应该是维恩官邸的意思啊 那不废话 等一下给大家看内容物是这样子啊 先介绍场景啊 场景的巧思其实蛮多 但若没贴纸 贴纸的情况下 其实还蛮素的啊 正面看这样子 然后这两个部分是可以合起来的 左右两侧是可以合起来的 然后这边是他的电脑 然后他其实附了一个小人的脸 然后除了小人的脸 到时候还有一个是 他的安全帽 他这边是可以站在这边的 这边会 照一讲 这边会有一个衣架 这边会有一个衣架造型 是在那边啊 然后上面的灯是这样子 上面的时间是快接近那个 十二点 十一点五十五十分左右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 这是两个灯啊 这两个灯的造型是用那个 他上面是用那个 透明的人头的零件去做的 然后这个系列 这边是一个工具架的概念 但工具架本人没有把它拆开 工具架是这样子的零件包啊 基本上这个系列还蛮常见的 然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这样 然后这个设计这边是可以打开 然后这个部分是可以往后拉的 它这个是活动 它没有连接住啊 它好像有点 类似像滑轨设计 可以这样子滑动的 这是可以滑动的 它没有连接住 然后这边就是我说会 照一讲 这边是一个人偶 站在这边啊 就是衣服的人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门 是可以直接拔起来的 那种类似地下室的隧道 然后这边有个链条 按照讲是可以打开 但它这边有装个链条 就是好像飞禽 污入那种概念啊 基本上这个 这一组如果要买 大家都是冲着 那个所谓的人偶去买啊 那大家就主要是 分享人偶的涂装给大家看 然后这个系列 唯一的载具啊 蝙蝠侠的模特车啊 基本上除了是黑色以外 完全没有看出那种 蝙蝠侠的造型感啊 侧面这样子 上面这样子 算还蛮普通的 那四个人偶 不对 六个人偶说错 对六个人偶 涂装的涂装 涂装 涂裏纳 基本上很经典的皮裤造型啊 可惜因为人偶都是统一的啊 不然它应该再瘦一点 后面这样子啊 腿部是没有涂装的 腿部没有涂装 脸是双面脸啊 一个算是在生气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算在微笑 然后附的零件是一个链条啊 基本上里面只有用链条 我以为它会出那个酒吧的版本 但很明显没有 然后再来是所谓的布鲁斯维恩 的一般的版本啊 它一般版本是这样子 然后它附的零件是 安全帽头盔啊 正面涂装这样子 然后比较有趣点是 它裤子是有那种类似 乌制的涂装啊 注意看它腿部有两个黑黑的一块啊 后面没有涂装 后面就是一个帽T的造型啊 正面这样子 后面这样 那头拿掉 生气的脸 跟一般的脸 那帽子 戴上帽子后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阿福 阿福附的是魔法棒啊 就是当做拐杖在用的魔法棒 正面涂装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像类似西服的概念 正面涂装这样子 后面这样子啊 后面没什么涂装啊 就是一个 然后蓝色领带 正面的脸是这样子 后面的脸 基本上还算不错 然后再来是 戈登 戈登附的就一般的西装以外 另外就是附一把枪啊 然后还有一个 当然是它经典的手铐 正面涂装这样子 据说蝙蝠侠已经确定会再出下个系列 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剧情还算走得过 但没什么打斗 正面涂装 这是两面 双面的 基本上是双面涂装 正面 另外一面 然后有戴眼镜 然后再来是谜语人啊 我必须讲它这个造型真的是 蛮诡异的 然后除了胸口 那个谜语人的标志以外 说真的你说它是谜语人 我真的觉得认不太出来 就算是 很像一个那种一般人在外面 做的那种Cosplay的造型 后面这样子 正面涂装这样子 算是单面脸啊 因为它其实有 我记得它头发也没什么在露 然后附的武器是一个手机 因为它会直播嘛 然后另外就是附一把枪啊 我以为它会附那个敲地板的那个 那个工具啊 但它没有啊 然后最后就是蝙蝠侠的人偶啊 然后这个系列最经典就是那个胸口 那个蝙蝠侠标志是可以拿起来使用 这点我是觉得设计的还不错啊 那头是这样子 算是双面的头啊 瓶效 然后 披风让 然后注意看这边有把那个零件做出来啊 那个勾爪的部分 这是乐高76183啊 蝙蝠侠基地组啊 有6个人偶 那除了蝙蝠侠跟那个瑟琳娜是 其他组也可以买的到人偶 基本上你其他4个你 等于要拿到这一个人偶包 你必须要买一下这一组才有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 那这影片介绍这里啊 谢谢大家